好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拉低身体位置的练习呢 我们的拉低身体位置是稍微往前前置的 因为我们是模仿那个熊鸡跳舞的姿势 对吧 如果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 身体和脊椎不是稍微往前前置的 那我在跳舞过程中会有点往后倒 那么我这样跳舞就有点重心跟不上去 就很难受 而且形态也不好看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腿夹紧 然后臀部收紧 收住自己的核心往后 往上 然后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胸腔和我们的肋骨 一定要往前推 超过我的膝盖 甚至超过我的脚尖 来 保持住 第一个是我的核心位置收住往上 然后在肋骨胸腔往前超过膝盖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基本步的位置 预备 走 可以看到这样完成 我的胸腔依旧是在前面超过膝盖的 我的身体会显得比较饱满在前后位置上 如果我是不做胸腔往前超过膝盖 核心收住 第一 我的动作会散 第二 我会有点往后倒 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今天往后倒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肋骨和胸腔就要往前去找收住核心 去保住这个身体位置 然后再去做摆荡和往下放 我的身体才会显得前脱后翘 前后稍微饱满的 这个